我叫耀娘,是平安侯世子的乳母 我进府时,夫人刚因难产去世 我辛苦把世子带到五岁 后来新夫人进门,说要把我发卖出去 我求侯爷,侯爷答应过我的 有一日我若要离开侯府,替我脱了奴籍 可是他却冷眼旁观,一切全凭夫人发落 我九死一生活下来,给自己谋了生路 侯爷却带着世子找上门来 耀娘,离了你,我们都活不成了,你回来吧 我笑,与我何干 要娘早就死了 侯府进了五岳就不太平 先是老夫人病了,接着就是有皇上赐婚的消息 府里的人都揣着自己的心眼 我的院子也热闹起来 笑姨娘本是前面夫人的陪嫁丫鬟 抬成姨娘也不得宠,又无所出 现在新夫人进门,她最是坐立不安 每天守在我的院子,想打听点新消息 我听说,这新夫人可是有来头的 说话的是牛嬷嬷 我虽然只是顶着乳母的名 可是管着大半个家 老夫人说的,后院的事都要我做主 牛嬷嬷做的差事是把我的口信传到前任大管家 每天再把外面的消息带回来 是耳抱神 我听说是郡主呢 还是从小被太后养在身边的 克死了两任夫君 萧姨娘说到这里收了口 小心翼翼看我一眼 我在讲话样子 要给小狮子做鞋 孩子长得快 转眼心鞋就小了 反正都说很厉害 至家也有一套手段 牛嬷嬷说着 也看我一眼 有至家的手段才好 我们家缺的就是这么个主母 我淡淡一笑 他若能容我 我就继续留下来做好本分 若不容我 早两年侯爷就说了 要脱了我的奴籍 我自理府过自己的日子去 要娘 你还是早做打算吧 我可听说 他要对付你 牛嬷嬷吞吐吐吐说出一句 我一个下人 不劳烦主母惦记 我又笑了 五年前 侯府说要招如母 那时我还没出月子 生了一个女儿 没活下来 奶水涨得疼 只能忍痛下地干活 不想我那死鬼男人上城去半天 就突然折返回来 薅着我的头发推上牛车 把我送进侯府 那时世子刚出生几天 猫一样大 叫声也像猫 细细弱弱的 找过几个奶娘 她都不服帖 独独到了我怀里 不哭不闹 吃了个饱 就围在我怀里睡了 当时还是老夫人管事 夫人的灵就还停在前躺 侯爷在塞外没赶回来 老人家急得头晕眼花 也不及细细看我 只给了我死鬼男人一百两 买下我 等她都忙完了 才想起还有孙子和我 赶到后堂 就松了一口气 当天我被带到后院 就梳洗干净 换了衣服 这一眼看去 虽然不是生的花容月貌 可是天生的腹若凝脂 五官清秀 看得人舒服 我又是极会照顾孩子的 仅几天 小柿子脸上已经有些肉了 也不是黑瘦的小猴子样 粉粉白白惹人爱脸 老夫人腿一软 跌坐到椅子上 上天可怜我 派你来的吧 你姐好好养着孩子 自是亏不了你 我含泪泻过 我娘曾经是医女 不知鹰河流落民间的 我自小跟她学了医术 尤其是工儿科 后来冰乱 我娘被打死 我被死鬼男人抢去 平日非打击骂 能被迈进侯府 是我的运气 没人打骂 每天吃得饱 穿得暖 与我已经是最好的 只是小狮子早产 先天不足 身子不大硬朗 还亏我细细调养 一天天长大了 侯爷回来是小狮子两岁的时候 我正在给小狮子洗澡 外面突然闯进一个 高高大大的男人 见丫鬟脖子跪了一地 我才知道 这是侯爷 小狮子没见过世面 吓得哇哭 直往我怀里扎 脸贴在我的胸前 不敢转过去 侯爷是暴脾气 急了 伸手来抢 我被带了一个猎切 衣襟也被扯开一片 羞红了脸 侯爷是带伤回来的 有处伤口一直不封口 日夜疼痛 眼见着人就瘦下去 我瞧着于心不忍 偷着配了草药 给他的贴身小丝 小丝本来不敢用 后来病急乱投衣 咬牙用了两次 竟把侯爷的伤口给封上了 侯爷在进我院子 我正给小狮子揉肚子 他有善气 疼得哼哼唧唧地哭 我耐心安抚 手轻轻地起落 他四肢就舒展了 想不到你还懂衣衣 这是侯爷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后来他就常来我的院子 跟小狮子也慢慢熟悉起来 在后来 他会赖在我这里吃饭 小狮子的饭菜都是我亲手做的 小孩子吃猫食 这突然多了一个壮汉 着实让我多了一份辛苦 可是又碾步的 这家都是他的 有一天晚上 我多做了两个菜 侯爷命人拿了酒来 我一个没拦住 他就喝多了 他俯在我的腿上哭 说想夫人了 从那夜后 我们之间似乎有了些不同 我也说不好是什么 只是他那素日冷冰冰的脸上 似乎多了点笑意 他的话一天天也多起来 有时把外面的事也拿来讲 我听得似懂非懂 他看了只是笑笑 也不恼 有时在外面喝多了 不回自己的屋里 摇摇晃晃进来 往竹榻上一摊 一声一声唤药娘 我哭笑不得 照顾了儿子 还要管老子 有次老夫人开玩笑 说要把我抬成姨娘 我吓得当即贵了 老夫人若是疼我 等我把柿子带大 就脱了我的奴脊吧 侯爷拿着茶盏的手盾了一下 抢在老夫人的前面开了口 你抚养柿子有功 这两点是要给的 有了他一句许诺 我更加尽心尽力了 只把柿子 当成亲生的儿子一样养着 本来我以为 以后就是这样 岁月静好 可不是没想到 突然皇上就赐了婚 按说郡主 是不应该嫁侯爷的 可是听说 他相中了侯爷 找皇上闹了几次 皇上只能开金口 我没见过郡主 只听些传言 据说是泼辣的女子 有骨子也劲 跟这个冷面侯爷 倒是很配 我听说郡主擅其设 马球打得极好 又会舞剑 这不把侯爷迷死 萧姨娘怅然若失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心里倒是有些养现她了 这样的世道 女人能三嫁 还这般有气势 我这种弱弱的小女人 只有羡慕的份 婚期临近 郡主没有找我 倒是几次让人 把柿子带出去 柿子身子弱 我怕她在外面胡吃海塞 所以之前有些场合 我都是不许她去的 现在突然开了眼界 回到家时 小眼睛都在放光 小嘴巴巴讲得不停 要娘 你知道马球场多大吗 比咱家后园子大好多好多 要娘 我有小挨马了 今天还骑了一圈呢 要娘 今天吃的羊排好香啊 娘娘让我用手抓着吃 我心知这孩子存了食 只能用食补 哪敢拦着不让去 侯爷很久没来我的院子 我想委婉劝上几句 也不行 我看啊 这郡主心机很重 这是先把小柿子 从你身边夺了去 再除掉你 萧姨娘提醒我 那我就离了侯府 不给她添烦 我说的风轻云淡 可是心却沉了一沉 手里的针线都快了几分 要给柿子多准备些衣服了 这些年 柿子的针线都是我亲手做的 她的皮肤细薄 内衣不能穿姜洗过的 要洗软了的细麻布 我一件一件赶出来 直坐到九岁的大小时 郡主进门了 那天我被叫到前面的花厅 侯爷和郡主都在 小柿子看到郡主见得里 就笑嘻嘻跑到她身边 我没敢抬头 跪在下手 你就是要娘 抬起头我看看 我垂着眼帘 一眼抬头 余光也见了郡主的几分风姿 却是个美人 眉目如画 吊着一双信眼 带着几分凌厉 怪不得侯爷喜欢 是有几分姿色 只是我要进门 这屋里要干净 容不得什么阿猫阿狗的 乱了方寸 郡主这话是向着侯爷说的 你要做当家主母 自是你来做主 侯爷并不看我 自顾说 那就发卖了吧 郡主一句话 我如坠冰窟 不顾礼节 转头看向侯爷 她不经意与我四目相对 竟是面无表情 冷冷扫了一眼 我的心猛然下沉 有了不祥的预感 这时老夫人被牛嬷嬷 掺着走进来 母亲不是病中吗 怎么过来了 侯爷和郡主见礼 扶老夫人上座 我听说郡主要发卖人 这不过来看看 要娘照顾其而有功 当年我们许了她 若离府就托努几的 老夫人走得急 坐下也喘得厉害 还是努力把话说清楚了 我心底又生起希望 眼中含泪 看着侯爷 老夫人 为了一个如母 倒把你急成这样 不值当的 现在侯府是我当家 若是发卖一个下人 都不行 那以后只怕说话 也没人肯听了 郡主竟然将了一军 你说句话 老夫人被折了面子 气更不顺了 看向侯爷 郡主进门 这家自是由她管 一切全凭她发落吧 我如五雷轰顶 跌坐在地 再把目光投向柿子 心里还残存一点希望 柿子虽小 可是大概也听懂了 看了看我 又看向郡主 过来 我带你玩去 郡主向她招手 她刚向我走了两步 文言又退回去 拉着郡主的手 蹦蹦跳跳向外走 老夫人已经气得 满面涨红 气都上不来了 可还想替我争一下 牛嬷嬷 你把药娘带下去吧 找个人牙子发卖了 我知她的心意 只要在她的掌控中 给我选个好人家 一切都好说话 可是郡主听到这里 又转身回来 老夫人回去歇息吧 这里有我接管 自不用你操这个心 来人 但要娘下去 我是被拖出猴斧的 直接扔上马车 她是没想给我留一点活路 原本是我太天真善良了 竟相信了她 没给自己留一点退路 郡主心狠手辣 超出我的想象 她并没有想要我死 她想我生不如死 我被关在马车里 一路狂奔 被绑成粽子 又堵了嘴 只能听天由命 不知过了多久 我饿得头昏眼花时 才被人从车上拽下来 一个花枝招展的胖女人 过来抬起我的下巴 看一眼就摇头 这种货色 我们用不上 五官不是很出色 虽然皮肤倒是极好 可没有手段 也是白费 谁让你培养花魁了 只捡那最脏最臭的营生 给她就是了 送我来的人声音陌生 应该是郡主的心腹 那你还得换个地方 我这里都是接待有头脸的人 不能为她见了身份 男人骂骂咧咧 把我又扔到马车上 这一次又走了很久 中间倒是给我喝了几口粥 大概是怕我饿死 再后来 我被送进军营 成了军纪 他们说军也不跳 是个女人就行 他们说军纪最下贱 我被扔下马车时 发着高烧 整个人烫得像火牌 扔柴房去 别给营里人过了摒弃 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昏睡了一天 我被带出柴房 虽然身体还有些虚 可我也知自己无大碍了 昨夜半梦半醒间 好像有人进来 都投一盆冷水 这盆水救了我 迎头来领人 是个面皮焦黄的女人 看到我就呲哑 这细白皮子 不知能顶上几天 我不跟你走 我不做军纪 我深吸一口气 挺直的腰板 迎头和看热闹的军事都笑了 你还别说 咱要将军有令 凡军纪不想为记者 可除同等劳役 你若是想吃苦便去 又没人拦着你 迎头说得认真 我心念一动 看来这次是真对了 可是等他们把我带到工地 我才知道 等着我的是什么 原来这队是工兵营 修成墙的 他们要把巨大的石块 挑上半山 工地上全是精壮的汉子 看我出现 无不成奇 小娘子 试一下 不行我再送你回去 迎头满脸的坏笑 所有人都想看我的热闹 我不慌不忙挽起袖子 走到一块石头前 把绳子套好 向其中一人招手 他挣了一下 大概没想到 我来真格的 可是这活有风险 两个人共同吃力抬石头 如果有一方泄气 绳子偏了 不砸个半死才怪 你确定 他把绳子搭上肩 不放心又问我 我重重点头 攻腰用力 就站了起来 不是我天生神力 实在是练出来的 小柿子就是在我身上长大的 尤其是不舒服的时候 恨不得粘在我身上 我是一手抱着它 另一只手还要做活计 这一方石头一百多斤 那汉子人不错 像他那边偏了一些 我一咬牙 就扛了起来 这两天身体发烧 腿抖得厉害 可是我凭着一口气 硬是把石头扛到了地方 我知道 只要我他下去 就再也起不来了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等着看我热闹的人 都沉默了 迎头善笑 你能干就留下 言外之意 我也撑不了多久 好在马上就到了中午 饭菜来了 虽然是粗粮饼子 我可是恶极的人 狼吞虎咽 吃了三个 把男人都吓呆了 公头走过来 坐在我对面 不怀好意地笑道 我们这儿可从来没来过女人 你是第一份 晚上你睡哪 山坡上 马上自己笔符响起回应 睡我呢 挨着我睡 我给你暖床 众人哄笑 我把汤喝光 抹了一下嘴 站起身 各位书败兄弟 你们家都有女人 有娘有媳妇 有姐妹 有女儿 若他们有一天 被不良人发卖 扔到这么个地方 难道你们 连让他拿力气 换个清白都不肯的吗 我这一句 当时把众人问哑了 我扑通往地上一跪 重重一个头磕下去 我教要娘 没做过亏心事 被无良主母发卖 她就是想让我生不如死 我不甘心 我想活下去 求你们做我条活路 我肯吃苦 不管多累 我都能忍下去 求他贵手 扮上没有动静 胳膊一紧 是公头把我拉起来了 他看了一眼 我额头上的乌青 一皱眉 女人是真是多 干活要力气的地方多了 往地上磕什么 我今天发话了 这女人我照着 只要他肯出力气 就是我们的兄弟 谁也不许动他一下 公头发话 众人哪敢不听 我一天干下来 肩膀上疼得钻心 估计皮肉都磨破了 下工时 我在路上薅了点草药 公头让我睡在火房里 我把草药嚼了一下 贴在肩头上 皮肉血乎乎的 痛得我急于晕倒 这时门口有动静 我吓得一声不敢出 抱着牺牲大眼睛 一件黑乎乎的东西 扔进来 等那人走远 我才悉行过去捡起来 是个皮护具 带到肩上的 不知道好心人是谁 这个皮护具 可是帮了我大忙 几天下来 我已经练得跟他们一样 剑步如飞 那些男人见我肯吃苦 也有了同情心 不嫌弃我 争得跟我搭伙 抬石头时 也有一帮衬 我心存感激 休息时 拿了针线 替他们缝缝补补 这营地里主帅营地很远 没有专门做饭的 都是随便应付 我看着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实在难吃 有时就帮一下 后来工头就专门让我做饭了 因为他们是出力气的 粮食不缺 我就拿出当年照顾小柿子的劲头 给他们做出花样来 之前他们吃的面饼子 硬得能当兵器 咬一口 牙花子都得受伤 我就摘野菜和进去蒸 松软清香 又把清热的野菜 拌出一大盆 给他们降火气 没出几天 人人说伙食好 把我的名声给传出去 连传令的兵士过来 都要混完饭再走 我再没想到 这一个小机会 就让我遇到了贵人 姚将军是突然过来的 工地上没准备 好在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工期也赶得紧 挑不出毛病 工头带着他在山头巡视 我忙得热火朝天做饭 虽说姚将军讲的是 与兵士同甘共苦 可我也不能实打实 按速日标准做 工头早就给我眼色 也扔了小库房的钥匙给我 姚将军是本朝唯一的女将军 将门虎女 父兄战死后临危受命 收复失地 名贯朝野 我想着他常年在苦寒之地 虽是习武之人 怕也是寒大 所以把将细细切丝 又挤出之来 拌在肉馅里 包了一碗馄饨 姚将军过来吃饭时 我远远看了一眼 很鹦鹉霸气的女人 只是瘦得太厉害了 说皮包骨也不为过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不想当夜 来了不速之客 是郡主的人 上次送我来的马总管 是迎头带他来的 一路上他慢慢咧咧 但看到我完好无损 站在他面前 鼻子都气歪了 迎头被扇了两个耳光 敢怒不敢言 我怎么说的 怎么收拾个人 你心里没数吗 这还优待上了 爷也没说清楚 他说不想做军纪 他说 他说话 有郡主说话好使吗 废物玩意儿 马上把人带回去 怎么做见怎么来 还游得了他了 我浑身冰冷 知道这次在劫难逃了 公头听不下去了 上前一步 这年头还要逼梁为昌吗 快闭嘴 这位也你得罪不得 迎头跟公头是兄弟 见他不知好歹 忙上前拦着 这时 公兵都被惊动了 走出帐篷 想护住我 你们还要反了吗 营头慌了 实眼色 让他带来的人 把我拉上马 我还想挣扎 可已经由不得我了 就在这时 一队人马冲进营中 为首的人 是姚将军的亲随副将 今天中午的混沌 是谁做的 他一句话 把众人问得一正 是我 我趁着还没被封上嘴 大叫 把他带走 副将没一句废话 挥边向我一指 你什么人哪 这女人也要带走 马总管看不对劲 上前一步拦住 你又是什么人 副将听这话 没一例 我是郡主府上的马总管 大概他也看出来了 这里处置不了我 想干脆带我走 什么郡主不知道 我只听姚将军的令 副将一挥手 手下几人过来 直接把我抢了过去 马总管带的人少 迎头哪里敢不听副将的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我被带走 这一路 我把中午做饭的细节 盘算了几十回 也没想出哪错了 不过就是死 也好过落到马总管手中 迎接我的是一个老嬷嬷 看到我是女人 她很惊诧 我倒不知道 这军中有女厨子 我把这段经历讲了一遍 她这才点头 难得了 你也算其女子 以后你就跟着将军吧 只负责给她做饭就是了 我这才知道 把我经历一身冷汗 只是因为 今夜姚将军没有犯胃病 我没有猜错 她常年带兵 落下胃病 每日受尽折磨 中午难得吃了一碗馄饨 没有胃疼不说 还暖暖的 有了些食欲 常嬷嬷是姚将军的乳母 年事已高 可是放心不下她 一直跟在军中 听说此事 连夜把我叫来 不想阴差阳错 救了我一命 后来我听说郡主修书一封 结果姚将军连人都不见 马总管灰溜溜回去了 照顾人的脾胃 那是我最拿手的 姚将军这里又不缺食材 我细心调养 眼看着她面色转红润 还长了些肉 常嬷嬷跟我熟络了 每天找我拉家长 有了这样的靠山 我以为可以暂时避过风雨 安稳一阵子 没想到姚将军突然要回京 我可不想送到郡主的眼前去 我这样的小蝼蚁 姚将军会不会护我 且不说 她能不能护得住我 也是个问题 可是没等我跟长嬷嬷说起 她先来安抚我 月儿的身体刚见起色 你还是随行身边的好 你与郡主的过往我都知道的 你放心 老婆子定护你周全 我有话想说 张不开嘴 姚将军尚不知能不能靠得住 我还信一个如母吗 可是她爱子心切 这心情我是懂的 毕竟她这孩子没摆奶一场 走到哪里都带着她 与她也亲近 想到这里 我叹口气 就不想拒绝了 我们都是做乳娘的 你的心我也懂 伤了呀 长嬷嬷一句话 勾下我的眼泪 想想那个狼心狗肺的小狮子 心里顿顿的痛 她虽小 可生在侯府 发脉是什么意思总还是懂的 竟是一句话都不替我说 怎么不叫我寒心 罢了 怎么说姚将军救我一命 我只当是报恩吧 到了京城 我们住进姚府 长嬷嬷嘱咐我不要外出 有事只管找她 第二日姚将军带着长嬷嬷出门了 说了中午不回来吃 我百无聊赖 就在园子里转了转 突然来了一群人 大声叫我的名字 看到我一拥而上 不由分说 驾着我上了车 我的心一沉 怕是趁着他们不在 对我动手了 车一直向前 车连都是封着的 看不到外面 我在心里盘算 要怎么办 想不到带车停下时 我却被带到一个婴儿前 婴儿只有几个月 面黄肌瘦 哭声弱弱的 你看又是个基石的孩子 姚将军推荐的小娘子 说你懂衣理 你且给贵人看看吧 跟我说话的人公鸭嗓 我虽有疑惑 可是给孩子治病 倒不是什么难事 我先静手 再涂上手游 这才给孩子全身抚摸一回 经我手里过一遍 婴儿静止了啼哭 昏昏睡了 这小娘子还真是能忍 公鸭嗓惊奇地说 什么人都能出现在宫里了 这声音是从我身后传来的 我身体一僵 到底没逃过去 郡主来了 郡主娘娘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公鸭嗓上前见礼 这是我家的逃避 偷了贵重东西 要打死的 郡主不客气 用手向我一指道 哎哟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这小娘子 是姚将军从塞外带回来的 不是咱中土人士 公鸭嗓挺机灵的 怎么 是不是我家逃避 我还不认得了 你是说我眼睛瞎吗 郡主眼睛一瞪 赤道 公鸭嗓得马上伏在地上 头都不敢抬了 我就不懂了 我这么一个下人 怎么劳郡主这般挂计 我明知一死 反倒镇定了 淡淡问道 那些侍女见势头不对 已经把婴儿抱起来 远远看着 伶牙利齿的 真不是个好东西 郡主听我这么说 当即脸一沉 向身后人挥手 就地打死吧 公鸭嗓急得响起身 被郡主瞪了一眼 又趴回去 郡主跋扈 手下人也不示弱 如狼似虎 扑上来就把我按在地上 没有板子 为手一人抄起一根棍子 对着我劈头就打下来 我把眼一闭 知道这次是逃不掉了 可是没等到棍子落下 身上倒是一清 接着就被人拉了起来 原来是长嬷嬷来了 她身边跟着的几个女官 都是姚将军的随从 伸手都了得 已经把郡主的手下制服了 没伤着你吧 长嬷嬷挽着我的手 向我头上脸上细看 又帮我俯了一下乱发 你是一定要跟我对着干了是吧 郡主已经变了脸色 我不由得担心 长嬷嬷不过是个将军的乳母 如果因为人得罪郡主 只怕也吃不了兜着走 嬷嬷我话没说完 手一紧 被长嬷嬷给按住了 你也别跟我这里装模作样的 你娘当年也得叫我生姐姐 我且告诉你 别说今日 就是以后 你也不许动她一根汗毛 长嬷嬷说的霸气 出乎我意料的是 郡主竟然落败而去 没敢分辨一句 嬷嬷 你这么厉害 我忍不住惊诧 哼 老婆子没什么厉害的 这辈子乃大两个娃 一个手边关 一个坐龙椅 长嬷嬷说着 挽着我手往屋子里走 我听着这话 惊得半晌没敢说话 难道说 我不敢想 长嬷嬷带我进到里面 我才知这是宫中 刚才的小嬷儿是大皇子 是皇上皇后的第一个孩子 我在宫中住了有半个月 大皇子已经大安了 长嬷嬷硬是把我抢出宫去 说姚将军的身体才要紧 我刚到家 宫中的圣旨就到了 封了我三品衣冠 我卸纸回到房中 恍恍惚惚 突然觉得活过来了 之前我想过自己的后半生 左不过把小嬷子养大了 自己出府去讨生活 有钱就开个医馆 没钱就做针线度日 如今就像突然扯开我的蒙眼部 我的前程一片光明 要娘 有人找你 小丫鬟匆匆跑进来 我在京中有几个熟人 自己心里有数 听说是妇人 就让她进来了 萧姨娘看到我就哭了 老夫人已经轰了 我叹口气 早料到的 老夫人本不是平安侯的生母 虽然有养恩 可是母子情总归是淡的 她为了护我得罪了郡主 拿又好果子吃 等郡主把府中食权拿到手 连吃药都接挤不上 萧姨娘心软 拿提衣偷着找郎中回来 被郡主知道了 差点给打死 老夫人拼了老命 把她救出来 连夜让人把她送走 老夫人说了 没护得了你 她心里有愧 不能再把我折进去了 萧姨娘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我见她衣着破旧 知道她日子艰难 就打算把她留下 小狮子也不大好呢 萧姨娘犹豫一下说 哦 这个我也料到了 那郡主用的 就是彭沙的招数 可着她的性子吃喝玩乐 她那小身子骨 哪里受得住 起码摔伤了腿 也没好好医治 躺在床上 肚子不好 总是腹泻 下人照顾不周 都长疮了 算了 我也管不了 随他们吧 我忙拦住萧姨娘 不让她说下去 听着我心乱 有了官职不比闲人 我每天宫里和姚甫两头跑 这日从宫里出来有点晚 坐上马车有些累了 就闭了一下眼睛 突然车身一阵停下来 我听马夫四语人争执 挑怜一看 不由地呆了一待 平安侯见识我 大步走过来 妖娘 真的是你 那日我就见着是你 你还好吗 她满面鱼塞 我离开也就一年多的光景 她一下憔悴了许多 原来清清冷冷的一双眼 此时像着了一团火 这是在大街上 若不是人来人往 只怕她那双手要把我死死牵住 你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 我放下窗帘 跺脚 是一马车前行 可是她不死心 追过来掀起帘子 妖娘 你知道我想你想得多苦吗 她说这句话时 眼中蹦出泪花 我不由得冷笑 你说这话 郡主她知道吗 提到郡主 平安侯像被雷击中一般 整个人如木雕般 处在原地 再也不动了 车走出长街转弯时 车帘微微掀起 我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刺了一下眼睛 眼睛酸了 真贱 我在心里骂自己 第二日 我从宫里回来 就见萧姨娘 等在我的院门口 出什么事了吗 我好奇地问 快进来看 她掀起帘子 推我进屋 我进屋就呆住了 原本我屋里 没多少摆设 姚将军和常嬷嬷 都不是那种精细的人 连姚将军自己的闺房 都跟雪洞似的 只刷个墙就完事了 不见一点装饰 我也入乡随俗 直简简单地来 可是现在屋子里完全变了 就是我在平安侯府 房间里面的家室 都挪了过来 黄花里把布床 雕花八仙桌 六扇牙雕花鸟瓶 连用的两只青花瓷茶盏都在 这些都是 当年她一点点搬进我屋里的 现在一下 全给搬过来 什么意思 我呆呆坐下来 恍若隔世 那几年在一起的时光 突然就回来了 小柿子缠在我的身上 给我捣乱 侯爷微醺中 鞋椅在榻上看 我做针线 你给我也做这样一套 她指着小柿子的内衣说 这可是花我大功夫的 竟然皮肤嫩才要穿 猴爷又用不到 我不想费功夫 百般推脱 我不管 我就要 她难得这样任性说话 仗着点酒意 半真半假 见我整个人都吃了 萧姨娘在我身边坐下 叹了一口气 我就说 她对你还是有真心的 以后别提她的名字 我的脑中警钟敲响 猛然站起身 让小丫鬟收拾好客房 这屋子我不住了 从那日起 她总会送些东西进来 我回了长嬷嬷 以后谁敢收一件 就打出去 至此才绝了她的念头 在府外 郡主的眼线多 她不敢放肆 有时只是远远看着 又过月鱼 姚将军带着长嬷嬷离京几日 嘱咐我哪里也不要去 连宫里也不要进 我听话 让家人锁好门户 老实在家读一书 这日傍晚时分 突然宫里来人了 正是公鸭嗓 我知道她是皇后宫里的总管 来了必有急事 果然是大皇子突然惊觉 我急忙拿上药箱 跟她出了门 坐上软轿直奔宫中 这次走的是家道 比平常路近 公鸭嗓在轿边一直跟着 跑得气喘吁吁的 我急着知道大皇子的病情 就一直追问 前面她还支吾着打几句 后面索性闭嘴了 我突然想起长嬷嬷的嘱咐 向轿中一爹 知道是上当了 至于郡主 怎么能让皇后的总管听她的话 我不得而知 但此去凶多吉少 软轿停下 我就被人从轿中掳出 等我的是郡主和平安侯 我想起发卖我那日 侯爷冰冷的眼神 亏得前些天我没动心 不然又要经历一次 想到此我不由的冷笑 你倒不怕 郡主一直盯着我的眼睛 见状又多了几分怒气 郡主为什么一直不肯放过我呢 我这样的蝼蚁遍地都是 对我这么兴师动众 不值得 我叹口气 值不值得 马上你就知道了 侯爷 人我带来了 你发落吧 郡主 我说过 你是当家主母 全凭你发落 平安侯看都不看我一眼 不 我要你发落 你看着她的眼睛 你走过去看着她 郡主突然像发了疯一样 拽着平安侯 用力推到我面前 不要闹了 她就是其而一个乳母 你跟她计较什么 是我跟她计较吗 你知道 我对你用情置身的 可是 你做了什么 你喝醉了 为什么喊她的名字 她是什么东西 她算个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 郡主哭着 用力捶打着平安侯 我一时叫错了 你看你 平安侯还在试图安抚她 你杀了她 你亲手杀了她 就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好好的在一起 我做女帝 你做王夫 好不好 女帝 王夫 我觉得 郡主真的是疯了 郡主把剑塞进平安侯的手中 推着她走向我 我不愿意看他们发疯 可笑的是 他们疯不疯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闭上眼睛 等着剑刺进我的胸膛 可是我没等来疼痛 却听到郡主闷哼一声 我睁开眼时 剑已经刺穿她的身体 她软软倒在平安侯的脚下 没等我回过神 她已经一剑挥过来 接着把我的绳子断了 外面的铁卫听到动静 已经冲进来包围了我们 这一夜 平安侯血洗郡主府 与此同时 宫中也悄然平息了一场兵电 我把平安侯送回府中 让萧姨娘回去照顾她 她的身上没有致命伤 腿上有一处伤得重 剑已经射穿了 要娘 你不要走好吧 我是不得已 皇上赐婚 就是为了让我麻痹郡主 她早就有造反的心了 我是迫不得已 才做给她看的 她扯着我的衣袖 哭得像个泪人 你走后 我才知道 离开你 我活不成 我像行尸走肉 心空了 她想拉起我的手 按到她的胸口 我甩开了 我知道我的错 没办法弥补 你给我个机会好吗 后半生 我只为你活 不会再伤你一份 侯爷 这些话不用说了 我说过 要娘已经死了 死在被送进军营 当军纪的那一刻 我没有回头 可还是感觉到 她受到的冲击 她握紧全手 砸在腿上 只过血的伤口绽开 泻染了床褥 要娘 你吃苦了 我恨自己 我对不住你 你不要走 给我个机会吧 让我赎罪 她从床上滚下来 向我爬过来 我厌恶地抬起腿 后退两步 侯爷 当初你知道 以郡主的性格 会给我什么样的伤害 但是你觉得 我只是一个乳母 所以这些也无所谓 但是等我离开了 你生活诸多不变 又想起我的好 不是这样 要娘 你听我说 我真的是离不开你 我一直把你放在心上 所以你发现 我还活着时 大喜过望 无论什么代价 都要把我追回来 不惜对你的儿子 用苦肉计 要娘 我没有 齐儿她是自己摔下马的 她明显心虚了 连萧姨娘 都是你派去的 你甚至激怒郡主 让她当我面发疯 然后你当场杀她 给我消气 要娘 这些都过去了 我们重新开始吧 不要计较太多 女子太聪明就不好了 她的话语间 突然有了一丝不耐烦 正好被我捕捉到了 我不由得仰天大笑 转身毫不犹豫 向门外走去 要娘 你不要我啦 齐儿被萧姨娘抱到门口 这一年多的时间 这孩子竟然瘦了一圈 身上散发着恶臭 眼巴巴向我张开手 我不是要娘 你认错人了 我头也不回 离开了平安侯府 几天后 我进宫辞官 回到姚府时 姚将军和常嬷嬷在等我 你是打定主意要走的 常嬷嬷叹口气 是啊 这京城 我一天都不想留了 好 想走就走 利索点 这些银子 够你安家的了 我派两个亲随 先跟着你 等你站住脚了 他们再回来 姚将军人就是爽利 他支持我 这是我准备的药丸 够吃半年的了 以后我会让人送来 将军按时吃药 我把手里的盒子放在桌上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这人喜欢有始有终 之所以这么急着离京 我实在是怕平安侯父子 再缠上来 他的伤养的差不多了 能下床就会来找我 男人就是这样 感动自己的深情 自己如真似宝的 他爱的不过是他自己罢了 心里哪里装着别人 他所谓的离不开我 只不过是我让他安心 在我的身边他舒服 虽然他有他的借口 黄命难违 牺牲我一下 他成全了自己的忠心 这与我无关 但他放弃了对我的承诺 这就与我有关了 就是他的错 我永远不会原谅 离开京城那日 风和日丽 我坐在马车上 心早已飞向江南 从此世上再无要娘 只有一女姚记事 至于那个男人 越是得不到的 越是最好的 他见识过世上最温柔的我 后半生就在比较痛苦中寻找吧 这是他的姐 全文完